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星期二晚的 Hello 大家好 试一试 不好意思 今天迟了一点点开 迟了一点点开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Santino的二次偶像刚刚来世 对吧? 是的 我现在抱着一个没什么心机 软息和哀悼沉痛的心情来和大家做今集的节目 我这个乙时甚至少年时期的梦中情人 这样就走了 导致我现在不禁闷言 那我再代你说 今天先讲一下什么话题 我们就用几分钟时间 讲一下你疑似偶像 是 周凯薇来小 57岁的中年 刚刚收到这个消息 几分钟前 大概十多分钟前 我们稍后会讲一下 接着还有区议会的一些新闻 走一路的周庭 评论区议会 就说拒绝假选举 这么说的 是的 他很惨 自从他第一次曝光 他的最新消息 到现在频频有动作 这件事已经可以直接是涉及国安法 之前可能都未够 都有争议 现在就摆明了 稍后我们讨论一下 他的行为 会引来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好 然后除了抹黑区议会 不单止是他之外 还有一个卫生署的文书主任 我们稍后也可以上面讲一下 今天香港很多事情发生 还有就是尖沙咀一间名标店 又再次被劫 这个是事家三年之后 即三年内两次被劫 还有在今次的劫案里面 损失了一只价值460万的名标 究竟是什么标这么厉害 成460万呢 我们稍后一次个看看 另外还有就是 近期不知道大家发不发现到 全港交通大执法 就是这个过马路的时间 就有警员来执法 据闻在全港里面 都捉了很多违法过马路的市民 其问题就是 很多人以为没有问题的行为 原来是导致会被人捉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陪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之余 有些可能以为过得的情况 原来是不能过得的 那我们稍后也会说一下 还有就是关于一个美国的参议员 指控到中国出产的大算 就危及他们国安 中国出产的大算 危及美国国安 他就举了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相当可笑的 那我们稍后呢 一定要看这件事 因为那个原因 就真的 是离京半渡的 甚至乎可以说到 它已经是超出了 人类的智商下限 这个是美国的策略 低传微算低 那为什么它会用这样的理由呢 除了共和党的人 普遍是智慧程度 知识程度比较低之外 原来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的关系是什么呢 关于阴谋论 关于阴谋论 也有阴谋的背后 他你的阴谋论 是的 美国的阴谋内斗 我们稍后看看 还有呢 就是关于 这个即将可能就来亡国的乌克兰 就说呢 他将会获得F-16战斗机 嗯 但是 那我们昨天就说了F-16战机 是的 最近每天都说了 是的 因为最近真的挺出位 这架飞机 出位在 是 葛湖的出位 例如昨天的 在黄海的意外 在黄海的意外 聚落 今天又有这些新闻 那俄罗斯 或者应对这个 烏克兰将会获得F-16战机呢 就用一枝导弹来说 专业招呼它 那究竟这枝导弹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来将所谓F-16超过40年的不败之身 击破呢 那我们稍后也会看看 还有的就是 美国说到会强力应对 华为晶片技术突破 来全力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那我们稍后也会说一下这件事 那么暂时呢 今天覆盖的话题 主题呢 是的 还有主题 主题呢 最重要的 因为主题就是说到 这件事都够了 就是 原来 有一个台湾的飞机师 就企图 在6月份 即今年6月份的时候 就被揭发 企图想降落 在我们的航空母船上面 这一艘航空母船就是山东船来的 那就看准了这个机会 来到去投奔大陆的 嗯 那整件事呢 本来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个质疑的 就是以为 是不是这些假东西来的 谁知道台省那边 就已经立案起诉 这一名台军机师了 而且呢 台省的 所谓豁湖省防部部长 还走到出来说 是奇耻大肉的 这样说的 而且连同整件案件 就不单只涉及台省机师 这么简单的 后面还有一群人 还有一个所谓的主谋 这件案件都挺复杂离奇的 而且我们也会去分析一下 究竟这个企图降落在山东南的计划 究竟在实施的时候 会遇上什么困难 有没有机会可以达成呢 那我们稍后也会用军事的角度 来专业分析一下 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做一点点呼吁 就是 四川天府之国之旅 1月21日出发为期12天 去到2月1日的旅程 正在接受报名当中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去加85268287447报名 今次的行程重点就是 来到参观这个三星堆 还有这个西窗的卫星发射中心 红猫的养殖基地 以及是四川的文川大地震为止 和成都飞机制造中心的一个主题公园 里面有10架真的飞机的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 另外就是关于翠林辣蟹方吃饭 吃这个星级冠冠级海鲜城 现在安排大家三件要注意 第一就是我的电话是6031633 再说多次6031633 WhatsApp我来到去报名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不习惯WhatsApp打电话 但是你打完电话你最终都是WhatsApp 你用这个文字记录 来到进行报名和交易的 这个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记住的日子 12月17号18号19号 星期日一二 但是如果参加者 就需要在每一天的三日前 来到去报名和过数 就是说17号来吃饭 14号要报名 19号来吃饭 16号要报名 和成功过数 千万不要打算堆到最后一天 第二样东西要注意就是 不要堆到最后一天 因为现在已经去到一半了 这些seeds 和很多人都陆续过数 所以要报名快点 第三样东西就是 关于升级冠国级海鲜成宴 大家如果想了解那些菜式 为什么要聘筹在一起 变成一个菜摊 还有他们有什么个人之处 看例如说昨天的片段 就有片尾有详细的这个餐单的介绍 每一道菜的出处 想那些什么节目 拿那些什么奖 都会在昨天的节目的尾段来说 今天节目的尾段就是 关于旅行行程的 详细的解说 是的 在最后20分钟 有四川天府之国之旅的行程介绍 大家可以看 都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 今天的报道先 今天有很多事情发生 是 虽然我Santino的人 一向都 大家好 幽国幽民 喜欢这个密切留意着 这个家事国事天下事 今天的心情 就 请大家包容原谅我 请我留在自己来的哀悼 不过依然不改我做节目的表现 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我们不如说一下 轻松一点 说一下香港驱选情况 稍后再说一下 稍后再说一下 说一下你偶像 今天先说偶像 是的 这样 那怎么说呢 艾力你帮忙 我怕我说一说你会垂垂 先收拾一下 57岁离开这个世界 过去这个星期很多新闻都传出 可能他会碰暈了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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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我说吧 你先来一会儿 好 你说 因为在昨天 已经有新闻传出 周海微离世 当时没有人确认到这个消息的真与毅 其实在我们昨天的直播之前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 但是只不过是一个传闻 嗯 这个传闻还要说到 在微博那里铺这篇东西的人 就说几个小时之后 直接是连那个账户都刷除买 是 那就令人觉得可能都不是真的 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 在昨天这个周海微的工作室就没有回应 也有人说打给事主就没有人听 就找不上的 就是找不到周海微 所以直到刚才的20分钟前 也都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真还是假的 大家都是猜猜一下 直到刚才直播临开之前 那就突然之间 就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就说 证实了报导 是证实离世的 周海微就是57岁 就离世的时间 就是大概这个情况 那现在就有很多的回顾 那由于新闻实在太突然 那我们也都不能够 立刻去到 做到这个回顾的新闻 那唯有播放一些相片 就给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回忆在周小姐 哪个作品是令到大家印象最深刻呢 刚才做节目之前 我就在想 我也一时三刻想不到 因为很多对我来说都很黑骨铭心 但我自己突然想起我最喜欢的角色 当然就是这个小芙蓉 一个大闹广窗龙里面的角色 那是周智润 以天涂隆记有另一个做周智润 一位捉水单 那时候一出的时候 内地有些网民就说 这个就是最美的周智润 那时候很流行 因为翻牌了很多 然后很快就被人推翻 那些人就立刻把周小姐 1994年的周智润 跟他比一比 就说你看看 想当年又没有美颜 又没有成 又不会微整容 又没有衣美 你看一下 这些是纯天然的美人 还有大家都忽略了 周海薇小姐 是第一个又扮过周智润 又扮过灭绝师太 而且是最美的灭绝师太 是的 漂亮得人家不觉得他是灭绝师太 我最记得的 他演的角色就是 反而是更特别的 是周智润那一套 桃学威龙三 是的 即使在里面做奸角 甚至做有精神错乱的 这个心狠手拿者 都是掩饰不到他那份 又既楚楚可怜 弱质迁 又引人恋爱的 不过越港的眼泪水都流出来了 真的 大家不知还记不记得她的出生 就是85年的香港小姐 可惜她就落选了 落选了 大家是否很好奇85年的 那三甲是哪三位呢 就是这三位 当年呢 这个就是85年的香港小姐 选举的三甲 所谓low yield 三位都是美人 三位都是出色的香港美人 都是一位出色的女士 是 如果真的要说这个 才艺和美貌得到发挥 令到观众深刻 都真是周凯薇 是的 相信是的 还有这个出一出大闹江窗龙那张照片 就是刚刚第一张传出的那张 可以 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部剧很有趣 这部剧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TVB的深夜时段 是重播过很多次 我看了几年前 因为深夜时段 播这些就对了 是的 但是因为这样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 就是为什么它是其中一个 深夜时段 重播得最多的呢 因为它收视最好 这个十二点后的时段 是的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有一次播这部剧 因为我和我父亲都是夜鬼 我们这个家族的基因 就是晚上不睡觉 白天才开始睡 我们叫这些 做蝙蝠的基因 我还和我父亲 天天在追 我父亲平时不会追剧 1997年就在大闹江窗龙 是的 很久了 20几年前 这部剧的另一位主角 我不是说林家栋 就是唱歌的那位 一首动人心弦的主题曲 叫做 我不记得了名字 是梅艳芳唱的 很好听的那首歌 是的 爱你就算 将跌入永远黑暗 是的 我不记得歌詞 不我记得名字 是的 还有就是 周海薇 住了在北京 已经20年那么久了 嗯 一早就已经 北内地发展了 它是属于 现在不是在读资料 我用我的脑子来告诉大家 是满洲人 满洲族 哦 它有个满洲名字 是的 它是格格 是的 它是满人 满人的后代 不是爱新角落 不是爱新角落 是四个字的名字 你看到吗 先看看 那它通常满洲人 满洲人会有一个旗 正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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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和拿英都是满洲人 拿英就是叶克拿拉士 是的 他是正白旗 他叫马以达达 是不是正白旗 正白旗 是的 这个是满旗 有朋友说了 他叫瓜尔街市 即是姓瓜尔街 雙白旗 雙白旗 续名叫马以达达 瓜什么 瓜尔街市 雙白旗 就是全名叫瓜尔街市 马以达达 是的 瓜尔街马以达达 已经住在北京二十年 因为这样 其实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新闻 那些黄友作新闻也挺快的 其实刚刚出现 这件事都有黄南之分 也有 因为他在北京住二十年 所以很多东西是屈的 又来了 是的 很多东西是屈的 另外呢 就是因为之前 在病情的时间 周小姐就推广过打苗苗的 嗯 这样 那一定怀陷在心 老老实实 现在你们黄仁最支持的 绯绯被告 他根本没效 在欧美世界上 吵到非常之重要 那你怎么说 我以为你说他们最支持的镜仔 就真的好像有副作用 肥了很多 镜仔 镜仔都要出来支持 我敢去自己 镜仔都要出来支持 驱选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件事肯定 那些有 有新闻作的 很快的 作得 那就是那些黄油 需要大家 看一下那些崇洋未爱分子 他们最索的那些是周庭 还有这个 韩B 大家都姓周 差那么远 是的 不是同一组 不是同一个生物 不是同一些物种 网友说周庭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看到网友说周庭 也是越南裔的 是吗 是的 我几次都看到网友这样写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没有细心去研究这个人 那就是 那就是 周庭 不止 侮辱了香港人血统 还侮辱了越南人血统 嘿 那黄之锋 已经是表表者了 哈哈哈 那还有没有其他资料 应该就是 暂时就是这么多 观众们 你们又 讲一下你们最 深刻的作品 哪一个演绎的姿态 最令你一见难忘 那就分享一下 我相信 未来大台也会播出他的剧 那究竟大家最想播哪一出呢 《以天屠龙基》 我也是 《兔兔》我也想看 《兔兔》也想看 《兔兔》也想看 因为我很害怕看贵片 哦 是的 大辣子说出 你那部剧不是很害怕吗 还有很害怕的 小豪高客的 很害怕的 过错完心 那个是什么 郑秀文 好像 郑秀文 对 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 哦 因为说真的 他呢 我们看这个 周小姐最活跃的年代 那个年纪 那时候都很小 真的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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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鸡 我记得第一次见他 是袁振俠 哦 我没关系 他还在这儿 袁振俠 我回来看才明白他说什么 小时候 不明白的 看美女而已 不是小时候 所以 很多首歌挺好听 我从小都喜欢 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女性 我从小都很 我记得是电视播放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记得 愿你今夜别离去 我只记得这句 听得这么似 接着有一部TVB的剧 又是令 很有印象和袁振俠同期 又是小时候 他的角色的名字叫八妹 但是我不记得了 那里是什么剧 和他是什么角色 总之经常扭开电视 就是八妹八妹八妹 我在不懂说话的时候 就经常听到八妹八妹八妹 记得这个字 八妹八妹八妹 但是我不记得了哪里剧 你知道我们的观众难用意识 可能有些人马上说得出哪一套 是的 另外就是周小姐 就是由于 住了北京二十年 其实很早就已经回到内地 发展了 回到内地发展就很久 在内地来说也很红的 就是无人不晓 无人不晓 无人不晓 因此 在内地来说 这个新闻也很震撼 一直以来 都是角色 和他的演绎 都是演绎楚可怜 引人恋爱的周凯薇 他演绎《灭绝师太太》 那个胸上的时候 都依然这么有魅力 这么动人 我看着他灭绝师太 拿着陈笔的样子 那个恶样 他五十多岁了 你知道吗 我那一刻想着 你就是被人打的 是的 你可不可以鞭打一下我 来吧 来吧 是的 你用了陈笔 他的样子越恶的时候 越想被他鞭打 是的 还有说漏了一件事 因为昨天这宗新闻已经传出来 他当时昨天的消息报道 就是说 因为周小姐患有红斑狼瘡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就导致这个很难搞 你知道这个病 他说没有血小板好像有点事 是的 比较低下 抗体过多 导致血小板低下 咦 但是这样 有人说是否因为女娘胃 所以他才没有结婚 原来他以前有匪文的吗 注册 注册 曾经和女娘胃注册 郭美雲呢 拉斯维加斯注册 没有记错 然后还因为黎明大打出手 不过今天不要说这些 又是黎明 就是你那套八妹 你那套八妹 喂 你那套八妹 你那套八妹 是和 就是那套八妹 是黎明拍的 全匪文 不是啊 黎明是袁振核 不是袁振核 是袁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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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李嘉欣 还有几个我忘记了 因为我前两年翻看过 所以我知道 因为那年代的美人 真的是美人 真的是各有特色 对吧 就算去到 我觉得很不同的 很特别 也是美人的 就是张曼玉 嗯 那你的面会很阔很圆 但是也是美人 是福气 对 现在那些都尖了 现在每个都尖了 那样的 鼻子要高 臉要尖 眼睛要大 然后要开眼头 现在都尖了 那些都尖了 美人 对 那些人不是经常笑韩国女团 说一眼掃上去 对 那些衣服不同 但每个都一样 对 就是全部是同一个帽 完全没有特色 以前有特色很多 对 可惜我们没有这个新潮民的 深夜寂寞的心俱乐坡 否则稳评回八九十年代美女都好 美男美女 美男美女 对 因为以前的明星真的 说真的很有特色 变色度很高 还有那个特点 都是令人印象很深刻 是啊 是啊 我们就奇怪在 为什么现在没有呢 为什么 以前那些男演员都是男歌星 你好像华仔 就是现在叫华哥 华哥 晨晨 你不是说光头 不是那个 刘德华 那个也是华哥 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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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会自己心底里面 都问一条问题 就是为什么以前 那么有特色 那么多的明星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呢 没理由人的样子 会 速食 不肯培训 不肯培训 标准不同了 所以很多的 那些人 没有被发掘出来 还是人的样子 没理由人的样子 照算 都是那些基因 这样删出来 可能那些化妆和打扮 没有刻意 就是按 和审美标准 和选角的标准 可能都是 全部都是走最大路的 那些 你知道商业世界 总会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是 不想去 冒这个风险 所以找市场上现有的东西 市场流行些什么 他就找些什么 而且不用弄到那么突出 对 也很突出 例如说 张曼玉 你说我街上 有时候都看到 那类型的美人 都会看到 但是可能 在电视角度 他们会不会 没有这个险 是推出那种类型 就是要安全 最重要是现在推出的人 对 对 这张照片很漂亮 拍得 这个就是灭绿斯帖 查一张 刚才这张 是出现了 鸣也很漂亮 是 旗袍那张 是否旗袍 这个 我告诉你 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旗袍 这些才是真 有漂亮 对 有漂亮和阔的 不是站漂亮 那些 其实变成一个 晚装装 流线型 那些 其实是 改版 改版 是抄西洋洋服的 所以改成这样 而以前一开始 在大上海年代 是被那些 社交女子穿的 即是 交際花 不是这个 所以 不是这个 所以我说 这些才是真正的旗袍 这些才是真正的旗袍 对 我们有一集说过 关于研究 刺服 有 研究女装 我不是很激动 我说到最后 我说 终于 幸好格仔 你找到材料 我跟他爭了很久 有些人 猛撑系列 他又不了解历史 就说 不是的 因为现在那些旗袍 流线型 装 即是 葫芦 有前有后 是我们中国传统 他要死咬 我就说 不是 我们中国 没有这些香艳 和卖聋的传统 是这样的 嗯 那 说到这里 如果再有进一步的消息 就留在下一集 就跟大家跟进一下 因为现在 那个新闻也太过突发 是 暂时 是 说得出的材料 都先说了 我们先说下一宗 始终是时事台 虽然我对 我对女梁伟黎明 和她三个 那些恩恩怨怨好的兴趣 你就知道 算了 我不说了 咪后才说 咪后才说 或者观众可以留言 打给我的 让我一路做节目一路看 哈哈哈 好 继续 继续 好 之后就到 这个 这个 都是姓周 但是没得给的 就是这个 哇 周庭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很难做 这个节目这样 你这样 哈哈 那个逆差很大 哈哈 看到了 那就缩小一点 那张照片 缩小一点 这个 这件事的讨论 和严重的程度 我们先读了新闻 先读了新闻 先读了新闻 区议会选举刚刚落幕了 所以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 昨天我们也报道过 那些黄友怎么来到抹黑区议会 他就拿过投票率来说 亦都拿过那些所谓的照片 就来到比较19年 区议会投票的时间 他就说 哎呀那时候排了长龙 现在没人排 那我们昨天解读过 那今天呢 就轮到这个 刚刚走路的周庭 就来到去说 又来到抹黑 那他抹黑的言论大概就是说 都是说那个投票率 就比较低 这样说 然后呢就说到 这个呢就是 香港人拒绝假选举的一个行动来的 嗯 接着呢就夸张地说到 就算持相反的观点 都会怕被捕的 所以我就不回去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样说 这个他现在呢身在 何方呢 他身在这个加拿大 他之前已经在BBC那里呢 来到去说过香港 就是数过香港 说是一个这个恐惧之刀 嗯 和批评 香港的政制有问题 其实他说香港恐惧之刀呢 都是一个很空泛的idea 但是如果他开始描述和批评香港的政序 和这个人权问题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 已经涉及 就是干预 引外国势力来去 惡意抹黑 批评我们香港的 呃 呃 呃 是开始已经去到这个 国安层面的了 嗯 如今他就 就着区议会选举这件事 又在那里作出批评 那会不会真的直接到 就是已经啊 摆明就犯了国安呢 我觉得可以引用最近一些新闻出来 来到去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的 有些什么人最近因为香港的驱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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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可以了 整个香港语言 是呀 对民主派的候选人不被允许参选 所有候选人都经过严格审查 以确保绝对忠诚和爱国 跟着周庭就说说穿了 就是香港现在所有的选举都完全由中国政府控制 只有北京认证的爱国人士才能够参选 而且自国安法实施以来呢 大多数人已经不敢上街示威了 也都不敢自由公开地谈论自身的政治倾向 周庭就说我亲眼看见 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被捕 就重新呢 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了 在採访即将结束的时候 周庭突然之间转了频道 就以英语 这里特意想强调到他 认识很多东西 可以自由转换语言 对呀 就向全球 即是以英语向全球的 豁和民主支持者 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北京和港府 总是说到香港有一国两制 法治和三权分立 但事实是这些价值观正在被摧毁 无论身在何处 周庭我豁和都希望 那些香港人即是你 他说你即是香港人 能够关注香港的局势 甚至乎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支持 那些为人权、民主而奋斗的人 即是说支持他自己 其实这里一开始 又要用日文又要用英文 即是如果真的做过访问 或者我们这些做媒体 即是自媒体 都很清楚 就是一个访问 被你访问的对象 通常都已经知道 是会问什么问题 要准备日文 准备成那些日文是否厉害到这样 你说日文厉害 那有些英文呢 即是小朋友 我没记住父学士 即是不要包装到一个财女 另外一件事 现在他就说 即是我们的选举完善了之后 没有人再敢上街示威 我想说 19年那些不是叫上街示威 那些叫上街破坏 即是我们现在有了国安法之后 但确实真的没有人敢上街破坏 至于说你们的政治倾向 我想街上经常都听到 有人说政治倾向 甚至在黄那边 我也经常听到人说 还有之前 我很记得去郑总那里 其实一直以来 郑总楼下 有一个人会整天站在那里 然后举牌 唱衰我们香港的 那个叫黄婆 她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几个月前还在做 即是一个住深圳 来香港举牌 关注我们香港的黄婆 即是一个人出来举牌示威 那些 只不过是没有人会拘捕她 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她真的是 恶意抹黑 不是按事实来去诚述 这些是恶意抹黑 造谣和恶意抹黑是犯国安的 其实她现在出来 走了 走了 她也要埋着码头 她说真的 谁会供养她 就是想利用她 来打击我们香港 打击我们国家的人 她唯有继续去散播这些东西 散开 其实她离开了一天之后 她又要搞众筹 我觉得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你发觉她说些东西 又说什么香港一国两制 很背书 很背书 很离开 19年、20年 正人说 经历了 经历了美国大选之年 经历了英国和美国那里 移动的那些停工分子 经历了欧洲反的那些停工分子 欧洲美国都试过有力量来去 摆平一些异见人士 还有俄乌之争 西方的制裁 毛利的制裁 接着现在去到巴尔了 你发觉好像她没有更新自己的国际常识 还在说一些很旧 她离开了所有那些 现在在世界发生的大事 就回到19年 是的 再说那几个 那你从吴义康熙和黄丹这些人 都知道这些人的下场是怎样 我知道罗冠聪 他还有在网上收一些 不要说到众筹那么好听 之前是他有两条靓 在香港就开了一些 即是买东西的平台 网购 是网购 籌钱给他 就变成洗脏钱 拉了 是 当时我们补到货币 是 现在周庭如果一列入去 这个元洪分子的话 香港人就不可以汇钱给他 其问题就是现在到底加拿大一个 我们说了香港有些什么人因为选举 最近的选举而犯法 有一对夫妇 那对夫妇 就是卫生署的民员 他们叫别人不要投 以及投武校票 还嫁人家 对了 老链来去结束他们的犯法 还有社民连 我也很久没有听过 社民连这三个字了 原来还有主席和内务和外务总指挥 整个组织只有那两个人 现在只有三个 三个有成 现在走到政府总部那里 政府总部已经被我们三个人重重包围了 好 我现在要你释放35级所有人士 和我们的精神领袖长毛 接着说没有啊 现在短的啊 随便吧 撑住先 还有前区议员李文浩 这些人 六个人被抓了 一个被追缺 这些人全部是犯法的 那如果你踩这个 选举系统 叫别人做些错误的事情 那已经去到这个法律层面 对了 没有币 这个加拿大呢 最近有个消息出来了 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生活费 多了很多 周庭 我不知道他是否加拿大帖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那就随便两句 总之呢 加拿大莫财 现在所有人去加拿大都要多很多钱 你才可以留下 周庭不是生产 他一定是父母接制他的 一开始我相信绝对是 因为那些水猴都要看到他表现才会付钱 那钱如何来呢 还有他今后不可以有人接济他 不可以在香港汇钱过去 他现在在那边是申请庇护 但是未知他的庇护是否平常那种政治庇护 哦 其实周庭相当厉害 因为呢 好像在他刚才说的那段说话 他就说呢 什么豁湖香港人就来到去表达自己 那个所谓意见的形式 其实都改变了 他们这些黄友以前不投票 或者抗议就不投就不投了 但是现在周庭也不知道 他的朋友为了表达对区议会的不满 为了不想投票 已经改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来到他转换他们的不满 就是全部集体上深圳 我也是想说的 他们都去深圳 来到表达自己对区议会的不满 还有对国家的讨厌 对啊 对国家的讨厌 回到国家消费 回到消费 其实周庭这里没有提出 他不敢面对言杀 还有周庭说去腾讯总部 我昨天才去完腾讯总部 我又没有被人叫我写这个感谢信 是吗 是呀 去腾讯总部 他说国安叫他去腾讯总部参观 你呢 谁叫你去的 我里面有人 他不带我去 他 那 不太好 如果带我们去的话 我们就不是被逼 我们是自己逼自己 写这个感谢信 是的 我们现在这么多华为产品 对不对 他们都很想去参观 真的 所以周庭真的挺厉害的 连自己都不知道 他那些所谓豁胡手足 已经选用了另一种方法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嗯 嗯 是的 这些又不提 我们正在面对现实 你猜他上次去腾讯打卡的时候 上去他看不到香港人吗 你不要说 真的 你现在上去多少广东话 周围都是香港人 对 周围都是 我有些朋友是经常上去灑下去说去到那些什么 什么海湾什么纷纷城 会放烟花的那个 嗯 还有上面那些动植物 动物园 野生动物园 不是说要参观员逼你怎么去爱国 说一些爱国的事情 只不过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那个经济成就 嗯 那好了 不要说这些人了 好了 不如说到最后一句 现在呢 据民他呢 就被人改了个名字 加多了一个字 在中间 是的 那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周十摩庭 是的 我在想到 周围停 就是 我就不想说 因为这个名字 不过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是的 和他可能未来的职业有关系 是的 就加多个后字在中间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是的 不要直读了 不要直读了 大家会议一下 周庭中间加多个后字 或者后面加一个字也可以 你说吧 你觉得非常对 这些奇奇 就是 不要说这张照片 网友不喜欢这张照片 对了 转转转了 这个 要在黄人生活中做到女神 不是说自由民主 大哥 是要改名 不要姓周 姓素 然后要去日本拍大人动作片 对 要扫海亭 对 扫海亭 这个比较好 是的 都是网友的创意 嗯 来说这个名字 才适合他 看看他之后 是不是真的去做动作议员 冲出国际 又要学一首日文 说真的 他做这些大人动作片的话 那些网友会很开心 很开心 不如索性 在网上 搞一个选举 投票 搞个投票 究竟赞成还是不赞成 周庭下海 是 其实说真的 那句 如果他搞那些所谓众筹 来到他说 就是 当送一条桥给你 支持他 你反正都做 你反正都做 国际大众乞业 是不是 那你都要交货给人的 不是只是在那里黑钱 真的 就是说 告诉那些网友 总之 他所谓的众筹 满了某个额 他就拍 一定满额 不过他通常有部署 好像那些 Misspoint 有空就 做一些 那些 图片写真 一步一步 来复权他那些网友的钱 这些网友都 手停口停 那 那 那 不要说他了 我们说下一单 别说不送桥给你了 是 很自为之 是 很自为之 那说下单 这单 最近都很 触目下 就是 全港交通大执法 的这个行动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近段 很多行人马路 都会有警员 来到去 就是把守住 看看有没有人 非法 违法 过马路 那 当中 这些警员有 军装 也有便衣 就很多人说 很多 就是被人捉了 就是在红灯 过马路 但是 当中 有人就拗了 尤其是 有些人就说 哎 我都没有违法过马路 我只不过在这个 陆公仔 闪动最后一刻的时间 过马路而已 那都被票控了 就以为说 陆公仔斩下斩下 是可以过的 嗯 嗯 那就有个 误会 所谓的 有些人都据你力增 自己没有做错过 也都有人说 嘿 哎 我啊 年纪比较大些 我呢 就是 就是所谓 阿婆 你就放过我 去到 求情也都有的 也都有人说 就怨自己不幸 哎 没办法 鬼叫我 就 都是违法过马路 那样 这个也好些 起码去知悉 但是 有些 就是 内心有些不愤 是的 就是说 哎 好装我啊 又成这样 有些公公婆婆来说 这次一罚 一罚就罚2000元 2000元对好 他们来说 是他们平时 拿每个月的援助 的4000元 已经没了一半 就是 生果金 生果金 就是 就有个案子是这样的 就说 有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就这次被人罚了 生果金没了一半 就向 警方求情 据资料显示 最后警方 就见他这么可怜 就说 算了 今次被口头警告他 亦都是 说 下次你不要再犯了 就是见他 年纪比较大一点 亦都有网民就说 你算幸运了 为什么 因为今次若然 不要再情处理 就算你真的被罚了也好 这2000元其实都救了你的 其实是 我想说 尤其是老人家 被罚了2000元 好像不见了钱 总比不见了一条命 老实实 以往警察的做法 很多时候 在这些乱过马路的 执法上面 他首先会 摘下你的名字 接着就会 发出一个警告给你 就说到 现在扎了你的名字 以后如果你再有这个事件 我们交通部 查到你有这个记录 下次就会开正式的告票给你的 我曾经试过乱过马路 试过一次被人捉过 另外就是 我们现在香港的马路设计 那新闻也说了 某一些地方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我建议香港政府是什么 参考内地的做法 现在走上深圳 很多的马路口 十字路口 还有这些红公仔绿公仔 都会有 除了声音提示之外 有一个叫秒数提示 那个秒数提示 是可以正确地 告诉给大家 使用马路的行人知道 那个红灯 或者是绿灯 还有多长时间才会完 加上这个提示 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 如果想过马路的时候 我看到两秒 我不够冲的 我不是保特 我不是留长 不够时间冲的时候 它可能会却步 会停在 我觉得这个交通灯 我们可以升级的 我们香港 看似内地有秒数 对 没错 然后那些黄友 又会说 有秒数了 越来越大陆化 这样 他们什么都说一餐 有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学习 另外就是 我们过马路 现在说的罚款 2000元 确实是比较高 但是也是想警惕大家 不要乱过马路 那同时间如果把 就是乱过马路 跟我们那个 国安推广 去运围 一起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 乱过马路的人 如果你想减低罚款 你可以想一些 叫做 国家安全 改进课程 像驾驶那样 读一个课程 像平安卡那样 读半天 读半天 了解一下一些 交通安全知识当中 除了教你怎么过马路之外 也都教你 不要乱扔东西 出马路 和马路怎么穿东西 是的 你可以和何律师提出 这样的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很多人以为 公仔闪着的时候 去到过马路也是可以的 意思就是说 由你刚刚开始 走出马路那一刻 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闪着的时候 行人不可以开始 横过马路 但若然你过过马路 那六公仔闪着 是可以的 当然就是 只可以完成 你过马路的程序 对 而不是可以 从头开始 过那条马路 对 六公仔闪着的意思 就是差不多 开车的黄灯 对 意思就是 过马路途中的人 可以提醒他们 快点 完成 即是告诉他们 差不多 转灯了 就完成了 过马路的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闪着的时候 其实行人 是不可以 开始横过马路 如果这样 其实是会被票控的 这就要提醒大家 因为我相信这个 真的最多人 误会的 好老实说 如果不是今次 我看了这个新闻的话 其实我 不会重新提醒我一次 原来闪着公仔的时间 是不可以 开始来到横过马路的 是的 我都不记得了 我想我考牌的时候 亦有看过这些准则 但是会不记得 我反而就是 坦白说 我们有了小朋友之后 我特别留意这些事情 尤其是 现在是教小朋友 怎么过马路 所以我其实平时 都观察到 其实很多人都真的 乱暗冲 所以我是支持 就是验证执法 还有 有个说法就是 都可以建议政府做的 就是 罚钱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他有很多钱 作用不是太大 但是 参考内地的一个做法 其实都不错的 不是罚钱 就是罚时间 不时间里面来说 就是 你在那段时间 你要等一会 为什么要等一会 就是 你背交通规则 我记得很多年前 交通规则我不知道 反而很多年前 我记得 就是 会捉人 捉了乱过马路 那你要站在那等 等到下一个 乱过马路的人 那你就可以走了 不奇怪 反而这个就快 不不快的 因为你站在那边 都知道你乱过马路 不是的 意思就是 今天我自己眼看 都有很多个 因为我看到这宗新闻的时候 都特意留意一下 我觉得 佛背交通规则 这个挺好的 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可以 有一个阻吓性 就是 很多人 我觉得 2000元对我来说 不是什么 是的 他说 他说 这阻人 邀请回来 是的 真的有这些人 这个阻界 有些财大气粗的人 说 全问题 时间紧要 还有 你罚了他 这个 就是叫做 罚时间 罚时间来说 不是说 你只站在那边 好像刚才你说的 等下一个 没什么意义 这些事情 而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要熟读一个 某部分的交通规则 之后再考你 考完你 就是好像内地那样 内地就是罚这些 例如超速之类 你就要背出交通规则 背好了 考了你一次 你认识了 就放你走 其实有个教育的意义 在里面 是有个意义 在当中 也会令到他 下次不敢再犯 即使所谓的大把钱也好 原来要罚时间 对有钱人来说 钱不是问题 时间很重要 所以 就重要 例如说 有个角色叫霍景良 他很财大气粗 如果一个这样的有钱富豪 财大气粗 你要他在路边 被交通警 捉住他背 这个交通规则 实在是很讽刺 但是也很有意义 令到他懂得谦虚 是的 有时真的是 各式其式的方法 是的 但是也是那句 少许 不要看这些小小事 你知道 一发生在意外上 一出事就大件事 玩完了 是的 还有 是真的 有些 就是 新闻里面就说到 有些 朋友仔 可能就 年纪比较大一点 但是 就来到去 你说 就是有些 你知道 例如 当有一件 王婆 那样 英国旗的王婆 他们那些 王那些 就很流行 就说 哎呀 我什么什么 你不能忽略我 等等 来到去说 就是 似着那个年纪 就比较大一点 或者 你也知道 他们那些王友 又要扮惨 又要扮惨 又违备又成 这样来到去 刁难警员也有 其实真的 是真的 警员在执法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酌情权 但是 不是 一定要给这个酌情权 你的 是的 这个也是 我们今天看到 有些 黄友 年纪大的 黄友 不是我们这些正常人阵营 他会在这儿耻老卖老的 嗯 但是就是想跟他说 警察不是一定要给酌情权 你不要当是 酌情权是人情 是的 老讽还要态度很差 去到质问警员 现在王婆有个新理由 卖惨 扮惨 就是她失戀 她失戀 她失戀 她也有戀过 一股私盈被人打 是的 好像是的 你失戀 静怒 你也没有乱过 哈哈哈哈 先说下一单 嗯 这一单 同样也是 今天香港新闻比较多 就是尖沙咀 有一家名标店 在三年内被预劫两次 嗯 这次还不见了一只 价值成四百五十万的 名贵手标 是的 你觉得这些标是什么来头呢 他这次 话说 总共不见了BOS三十只 这个过程非常顺猛 短短两三分钟内就完成 就有人说 就见到其中有两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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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名这个凶狠之徒 是南亚人来的 嗯 是的 那需要说一下事发经过 据问有一名同党 就作掩户 事发是这样的 当时呢 就有一个 中国籍的男子 就首先 在店外敲门 那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籍呢 因为 今次的结案里面有不同的 籍的嘛 是的 有不同国籍的 那首先呢 就一名中国籍男子 就假装顾客 就在店外敲门 就说呢 俄青想 入到店里面选购的 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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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门给他的时间 那个本身敲门的男子就消失了 立刻就有 四名 无面的匪徒 就立刻强行冲进去标行里面 嗯 接着呢 这四名的无面匪徒里面 有两个 就手持住这个西瓜价餐 是 就来到呢 将店里面的店员 挟持在一边先 让他们不要动 是 另外两名持大铁锤的呢 就来打爆当中的跪式 就来到抢量 就立 是的 就立的 今次呢 这两名持着大铁锤 打爆色柜的匪徒呢 看来就对这个呢 越昂贵的手标就越有兴趣 他的主要对象就涉及到 几个品牌的 真的懂得选择 是 除了为人熟知的劳力士之外 他也不单止这么简单 因为劳力士 在他心目中 畢竟都是以劳力来换回来 这个是基本货 是的 因为他觉得以劳力换回来 是的 所以不行 这个也是 不是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呢 主要就是以下这三个品牌 分别就是 是 RM 帕德菲利 帕德菲利 一拍就 帕德菲利 一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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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俗称为 AP的爱比标 是的 以及这三个价值连成的品牌 是的 其中 这只最贵的 说一说它 好 先讲一个标 我以为你想研究一下保险问题 好 好 很多人在想 这件事会不会是inside job 即是自己 喂 一间标行三年被爆两次 是不是在那里骗保 转头呢 就会陪大家一起征破 是的 我们这个 新潮民偵探 陪大家这个 征破 到底示范一个 内应的工作 我们怎么可以分辨得到 是 现在和大家讲一下 这些标 为什么可以30只标 价值成3000万 这件事 新闻报称它的价值是460万 其实不是 外面已经炒到600万 它就是 我不懂说中文名 不是 你喜欢 RM RM Resort Mill系列里面的3503 平时的RM系列 都是2、300万 为什么这只现在炒到5、600万 这只3503大有来头 就是它是一个 网球明星 经典传奇明星的特别版 网球明星叫Rafael Nadell 这个Rafael Nadell 在网球界里面 是历史里面少有的 大满贯金满贯的得主 是的 历史里面少有的 所以又用这个 网球传奇来去做 背景的一个特别版 就是这只RM3503系列 它特别之处就是它的机心 它后面有个叫Rotor 就是大家平时 如果戴机心标的话 反开你的标面 看它的标底 有些如果有得看机心的话 有个东西转来转去的 那个叫Rotor 它这个就是用Butterfly Rotor 即是两块的 两块 平时一块 是的 两块的Rotor 就是蝴蝶式来转去转 这个是Richard Mill 提供了的一个机心 嗯 这个价值就是 它新闻说 460可能是原价 但外面其实已经炒到五六百 还有一个 但是这些标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放出去 还有呢就是 如果说AP和帕德菲蜜系列的话 通常大家在这个饰柜上面 看到都是 都是 不外乎是 例如帕德菲蜜 不外乎是那两只 一只是 Aquanard的手雷 系列 和这个 Nautilus的鸡母螺系列 是 如果降的话 一只标大概去到 现在应该是炒到 我想一下 四五十左右 最近跌了少少 如果是金的话 就过百的了 一百 大概是百一百二 左右 那AP和帕德菲蜜 都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这只品牌的标 也曾经 这个是独家消息 也曾经 有三次在 新潮民频道 一定下广告的 竟然 是的 亦都反映了 我们新潮民的观众的 素质都非常高 几十多 可以惹来这个 叫做全球最贵品牌的手标 下三次广告 可见新潮民我们的观众们 他是观察大家的 平时的喜好 背景 即是大数据 我本来截了一张图 但找不到 刚才倒下头 就是想找回 我截了那个 我记得很早 好像是 今年年头 不知道 去年也有 去年也有 去年年尾 今年年头 差不多的日子 都有 在我们那里 下广告 虽然没有什么可能 都希望 RM老板 如果对我们 那么有兴趣 不妨为我们新潮四指 做一只特别板 现在还是塑胶 发达多次 不如说说 有没有可能 这件事是 所谓 有些人说是 欠保险 我看回这件事 现在初步估计 是损失了三千万的货 刚才看回这宗新闻 他只是把厨仓 和饰柜的标 拖出来 他没有去够晚 那 看两个小时不够时间 因为我以前是 在一间 名标 名标牌子做audit 我经常行铺 其中一个行铺 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看饰柜 就是说到楼面 铺面 究竟有多少货 价值多少钱 三千万这个价钱 他说他不见了三十只 就是平均一只标 是一百万 如果以我的角度 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呢 那些标是这个价格 我们会有 几百万的标 我也会放在这里 但会放一只 我有三只 不同款都是几百万 我就会放一只 然后有些是摆照 然后大部分贵的标 我会放一只 五万 我们要数的 就是数铺面 其实我会放了多少钱 哦 即是会统计它的价值 因为保险包包 外面包多少 里面包多少 厨窗包多少 所以我看到这些铺 例如你之前做的那些铺 都是放基本款 在外面 基本款 因为有包包的 例如我外面 我只买了一百万保险 我不会放过一百万 你多放那一百万 你就自己吃虧 即保险不包 那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这间铺铛是什么 实际是什么铺铛 要么它是小店 它是没有安全意识 你怎么会放三千万货 在铺铛面上 这里只不过是被抢 是的 还有那些没有匪徒纳的 跟着我还要看 只有三十只 三千万 即是一百万一只 其实我觉得 要么它不懂 另外一件事 我只是断股而已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它可能 早前是一段 可能半年前 一年前 特意加大了自己的保险 它被跌过一次 它在同一个位置 在三年前 会不会影响保额 因为它已经出过一次事 会不会影响保费 绝对会 绝对会 但是也有什么 它说它几年前 在另一个位置 被人劫过一次 你现在一间新铺 其实很多东西 有机会重新计算 还有它找过另一间保险公司 但是如果你说它几年前 被人劫过 几年后 还敢把三千万货 在铺面上 我只能够说 如果它不是自己搞 它就会蠢 可能老板说 没有 我见钱太多 想少一点 另外一件事是怎样 其实做标的行专 有个做法就是 有客人进来 说想看标 例如它想看名标 第一个时间就是锁门 它不是不让它看 先锁门 接着就在隔晚那里拿 你拿的一只漂亮标 你就拿到差不多的价值 进去隔晚 是这样转的 因为已经涉及出了 进去保压的问题 出入出日这样转的 这个动作也涉及 譬如我有个客人来看 那些标50万 最少看50万 有机会我放两只标 或者三只标 它拿一只我就涉一只走 拿一只就涉一只走 它看另一只 我拿这只 另一只就放进去 标筒里面 即是有粗手的 有粗手的 这些都不是新鲜事 其实做标的人都一定会 知道 现在它套了三十只二鱼葵 但是接着有三千万货 那它是不是比肥仔水 这个我更想说 其实标就叫做好看不好吃 它不像金 即是你金气 你融了 融了它 你又不知道那些是老鼠货 但是标最惨的是 其实它本身的材料 即是那些铁的价值 其实是不值钱的 即是金也好 这只标四百多万 你融了它 你可不可以融四百多万 例如这个RM 它的面头是涂瓷面 融不了 它里面那些不是金 它是硬ール 然后倒了一个黑色 我当这个标的时候 有些钻石 是有些墊石 墊石 墊石 那些都是厘米 墊石 那些都是厘米 最惨的 明镖像这一款400多万 可能全球限量只有10个 每个都会有座位数字 你买得起这些镖的人 又怎会买老鼠货 你不敢给人看数字 所以这些镖 不可以拿它做 不可以拿它抹油保养什么都不行 这些镖是400万只价值 放老鼠货 我想一截也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一截也没有 应该一截也没有 所以你把镖的镖都没有意思 为什么这么多人抹镖 尤其是病逝当时 这家镖还有一个问题 价钱高 有人拍它的门 开门然后有人进去 其实现在的镖行很多已经不整一道门 我之前在我家装修 我们也帮镖行设计过 现在在旺角仙达那里 那间标行 小间标行 但是我们帮它设置了两道门 就是你第一道门 你在门口 你按它中 它见到你有人 它开了第一道门给你 你进去关了第一道门 才再按键开第二道门 那就可以减少了这次的 就是这样被人惹怒的情况 是的 可能这个店铺也没有弄 所以又有点令人怀疑 如果他的老板看到我们这条片 不妨可以联络我大眼 可以 绝对 欢迎联络大眼 那我们先谈谈下一单 就是这单 这单也挺好笑的 接下来下一单 这单 就是美国有一个参议员指控 中国的大讯 是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的 为什么中国的大讯 可以危及 美国国家安全呢 这位是参议员 不是众议员 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大家先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说因为从中国进口的大讯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经常会进入的东西 因为美国是主要的大讯消费国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 都会消耗大量的大讯 在西餐里面也是 用很多加力 我也用很多 稍后再说他们 看看怎样用法 中国的大讯行业 他说 已经拖欠了美国 超过5亿美元的反傾消费 但是这样不是说 这个参议员就说 也不是最担心 钱是其次 而是因为中国大讯的 中值条件不卫生 怎样不卫生呢 他说 中国的大讯 已经劣迹斑斑 例如是用人类的勃勃 来施肥 就是当肥料施肥 例如用黄之锋 罗冠聪来施肥也可以 那他们其实说真的 是侮辱了肥料 那就对了 因为转头去解释 这个人说的多无知 即甚至周庭也侮辱了肥料 对吧 老实说 因为这样的情况 令到很不卫生 威胁到他们健康安全 还有他说 中国也都在用各种污水来施肥 也有票白大选 来到令大选看起来更白更干净 说我们票白 是了 胡说 继续 就说令到更加的卖相吸引 这样说的 这些大选在进入到美国市场之前 就会将大选的根部撤掉 除了令到外观更加吸引之外 就说到 怎么说 说到美国有关预防土壤 疾病和污染物的法规 就说到可能就违反了 这样 另外的还有就是 看一下这个人就说到 大概是这些了 这些了 是了 即是呢 如果刊登一些官方的回应 我们中国就当然说 这些没有事实评据 没有科学的根据来说 这些恶意批评的说话 就当然我们谴责了 其问题就是连美国的 应该是加拿大那边的 这些大学就曾经2017年说过 人类排出来的东西 和动物排出来的东西 是最有效和最没有危险的 肥料来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是高级东西 这些叫有机肥料 是高级东西 其实在这个肥料界最便宜的 就是美国用的那些 就是那些化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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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吃到美国人 有严重的 这个身上有癌食绝病的 还有这个 加上他们这些 美国那些基因改造的 农产品 也是非常之不健康 那美国就很流行的一件事 就叫做 Vegan 和这个 完全是吃 plant based的 很奢侈的人才能玩得起 就是建立一个有机的生态圈 为自己 而建立有机生态圈 就是 如何天然地施肥 和天然地种植 和天然地培植 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会收集人类排出来的东西 再加上很多枯叶 枯枝 那些有条方案的 就那些人 就会在自己的 garden那里 就加这条方案 然后就做了一桶东西 做了一团东西 这团东西 就是要来 为他们自己种的菜 来施肥 那 就是他们自己种自己吃 自己建设一个有机的生态圈 那就是拿回人类和自己排出来的东西 来为自己吃的植物利用施肥 其实这是高级的东西 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关于吃中国这些 大蒜去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说反傾销这件事 当然是指挥烛友 因为是这样的 他们喜欢 尤其是美国共和党 就喜欢以这个农产品和不公平贸易 这件事作为牌 来针对中国 乱说的 那是他们自己单方面 说中国要赔5亿 那其实我们是没有承认过的 与此同时 他们也仍要继续买我们中国的农产品 政客就拿这件事 在这个国会里叫销 所以正如特朗普 为什么当年他和中国要谈这个贸易 几千万农产品的交易 来给他们的选民交代 这件事也是这样 要逼我们中国买他们的大豆 我们中国买的大豆 谁知道发觉病程这三年 这张牌是非常之有用的 原来我们可以将在美国 人家逼我们买的东西 然后转售给其他人 来赚一笔 美国的那些产品 现在我常常怀疑 现在这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生女生得多 就是因为吃得那些 激素的东西 是的 而激素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痴激素 痴激素 因为植物其实也有分痴虹 那些彩虹旗 现在还玩了植物平权 我们不要说那么疯 如果一个植物其实也有分痴虹 虹性的植物就是矿 根 径 纤维比较多 就是吃不到那些 痴性的植物就是叶 果实那些比较多 嫩的那些比较多 所以为了增加增产 很多时候都会控制那个痴虹 植物的痴虹来增加这个产量 美国不单只用这个板斧 在它的农产品里应用 当然甚至再打那些刺激剂 来谷那些刺激素 令它们再产量劲一点 同时美国在它们自己的害人资物上面 都是用这些东西来大量增产 哦 竟然是这样 是的 例如在南美那里的害人资物 中东那里的害人资物 就是美国的势力 以前在中东那里搞了一个白新月 是的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用它们的 农产科技技术 令它们大量增产 来应付美国庞大的需要 就像这个参议员所谓用美国的自由民主 加上完善选举制度选出来的 就选了这么低智的人 我们也很幸运 就像周庭所说 是的 因为我们的选举不够完美 不够完美 而且不得正统 所以就没有这些人 不够民主 我们很幸运 好幸运的就是 我们应该在这一届 无论是立法会议员也好 甚至是区议员也好 是绝对不会产生类似这种 使用有机肥料都不懂事 还要说要危及国家安全的议员 这个真是我们很幸运 算到这些议员真的危及国家安全 他自己本身危及国家安全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说得不对 因为现在你等同说美国总统 都是危及国家安全 因为拜登经常都会赖 他经常有机施肥 他经常有机施肥 本身拜登自己也在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拜登经常在白宫半夜惊醒 他会到处施肥 是的 他不是严重危及到美国的国安 你应该锁他 然后拜登放手 瘋子 原来是你 人家拘捕他 拜登的狗都经常乱施肥 不听话还在杀人 杀人 现在还在哪里 还是在哪里 是不是在哪里 在哪里 还是锁了 贯军应该还在哪里 因为最近我好像才见过他 还拿蔡英文来跟他比较一下 不是蔡英文 是拿尹石月和岸田文雄 我还认为他最近才跟岸田文雄 阿冠和贵军 最近才结拜了 这个第四个叫电军 是电军 蔡英文 电军未必到他 都未到他 还未 曾伟成 有牌 如果要这样数下去 你省长一名而已 论之牌判未到你 很老实说 那好了 讲开他的时间 不如说完这一单 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也挺爆料的 就是关于 这个 最新的消息指到 原来有一名 台湾的飞行员 曾经打算驾驶他的坐架 即是那架直升机 就来到企图趁山东南接近台省的时间 就来到在河武上面降落 然后就投奔大陆 就来到这样说 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我昨天已经知道了 一线一线的新闻标题 心想 哇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你说这些 这一件事很难做得到的 但是这样 原来 正当我以为这是一个传闻的时候 台省那边捉人了 捉人风亭了 即是駕駛这架载货直升机 稍后我们会慢慢说 今次的那架直升机 这架是有些故事 有些故事 我也想问你 一步一步说 我们先说一宗案情 案情指到台省有一名商人 就叫做借丙城 借丙城 就说到台省那边说 他接受了大陆军情人员的指示 就在台省那边建立这个 豁湖碟网 就来到吸收和拉拢多名的军官 试探和收集他们的省房机密 台省的高检署 说到今年7月就破获了这一宗案 即是那个跌网的案 就说是十年里面最大的 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人 他就指到台省商人借丙城 只是那个头 即是叫做代理人 因为就透过这个代理人 就来到好像贵路一样 当然是台省说的 就来贵路他的台省军官台省军人 但是这样 他就在案情里面指到 他就会经过一番叫做 兜兜转转的 例如怎样呢 例如就是台省商人去劝那些所谓的被贵路者 就不会在台省里面搞的 而是要出一出境的 出一出浮沫 出一出浮沫 例如怎样呢 例如就是好像这名涉案人士 同样也是姓借的 刚巧也是 是一名宗教来的 是一名宗教来的 那这名借性宗教呢 就曾经被邀请去到泰国 就出境谈 是 出境呢 就不是跟那个商人谈了 就是他这里指导 是跟两名所谓的 我们大陆的国安人员见面 嗯 接着呢 他就说到 当时在泰国见这两名国安人员的时候 对方还承诺到 就会为这名台省的军官 提供泰国的签证 还会答应他的子女 同样也有护照的 是 就补他们的效果之忧 这样说 会不会补他们的子女 去这个泰国读国际学校呢 这样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样 他里面也很强调地说到 他说除了你有护照之外 还有一个优厚的条件 这个优厚的条件就是 万一解放军 真正正正有一天 要解放台海开战的时间 你有这么优先的条件 就是你的子女 你的家人 全部都可以优先 以这个泰国桥包 当然了 因为他说给泰国护照他们 给泰国护照他们 泰国华桥 对了 你可以以泰国桥的方式 優先撤离台省 对了 不单止这样 还有每个月都会有五眼银给你花的 港元 每个月都有 然后呢 报道里面指 哇 这么优厚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借性宗教就说 是不是这么好处 然后呢 报道里面就说 是啊 就是这么好处 为什么呢 手蜗没有 现在是意欺利 摆明 这样就说两名国安人员 现在摆明是意欺利 对了 不过这样 有条件的 条件就是 你必须要 就将你平时拿开的直升机 拿过来 大陆这边 就是这架 对了 这架CH47 我们叫之劳干的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 很出名的 这个直升机 先慢慢说 然后呢 报道里面就说 啊 他就接受了条件 不过呢 还有这样的 除了呢 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 每个月有五万元给他洗之外 他还说呢 报道里面说 如果事成 将这架 之劳干直升机 拿过去 投奔大陆的话 还有额外奖金 奖金就是 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报酬 不过这样 现在呢 你还未拿过去的 直升机过去 所以呢 在任务进行之前 都有订金的 都有订金 对了 就说先下订给他 订给他 订给他多少啊 订金相当之夸张 是可以 买得起刚才那架 RM多少号 RM3503 RM3503 可以买几只 哦 可以买几只 原来他说 就是那些表 就先下着一百万美元 至二百万美元 订金 哇 千多万港元 就是七百八十万 至一千五百六十万 刚才说报酬 也 报酬是一千五万美元 最终报酬是一千五万美元 订金也先下了一千五万港元 对了 接着就是八倍 对了 所以在台省的新闻 现在台省很大单的 就叫做四点八亿元按 这样的 当然是计台子 是的 因为台子 成出来的数更夸张 对了 对了 台子太难算了 太夸张了 数字不说 对了 然后呢 就说到了 这名借性宗教 听到之后呢 非常心动 因为很多钱 就说 可以了 这件事 他一定要行动 就一度和这个 就是那个 代理者 謝炳成 就透过这个视像 来讨论行动细节 还说 在行动之前 还和大陆方面 进行到多次的讨论 就讨论到 怎样能够实施 将这架直升机拿过去 顺利降落在山东南上面 在那时还没说山东南 还没说山东南 是的 然后呢 故事一步一步砌下去 就说 拿一架直升机 大陆 哎 好难啊 所以呢 这名借性宗教 就说 我想到这条路了 一于这样了 现在呢 解放军经常有围台演习 所以在这个时间 等大陆的船船 靠近台省 尤其你知 现在呢 有一些解放军的船船 已经使得 进入了所谓的 24海里范围里面 直升机由于没有 这个噴射机的速度那么快 它是飞得比较慢的 好像这架 支楼干的直升机来说 它都是200多公里 平均时速 那么 比起一架 大佬整 开到千多公里 一小时的噴射机 它是慢了N那么多倍的 如果 这位借性宗教就说 我的飞机这么慢 不是开噴射机 所以 怎样都要等到解放军 再进行多一次演习的时候 就等到解放军的船船 例如接近台海24海里范围里面 就可以将它驾驶的座架 降落在直升 降落在船船的甲板上面 那便可以 成功投奔大陆 因为他怕自己的直升机 开得不够快的时候 你起飞 你如果确定了方向 被人叫咪 你不回来的话 真的分分钟 台省那些 什么F-16 只是打自己人 怎样都不可以 让他降落在解放军手上 就将它击落 是这样的 即是说得及 即是好像 什么 那麽就好像 你历池 汽空水上飘 想着飞得走 谁知道被人火箭炮 我苦连了30年的航空技术 今天终于大派用场了 我老爸就是陈散掌 是的 都要挂的 是的 就是这样的 虽然故事听到这里 都挺似的 是不是 似层层 而且台省那边 亦都正式落案起诉 这名人 即这名圣祟的宗教 这样的 以及也都将所谓的 谍安 里面现有的七名涉案军官 是现役的 亦都与租到起诉 台省的省房部 那边 就说到今次的事件 是其次的大辱 就这样说 即是他承认是有这件事的 而且也告别人 那就不像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件 但是我们又这样看 这件事 台省方面就说到 之所以为何要付这么多钱 这个宗教呢 不是这个直升机 我一想 这个直升机 什么来头 要用这么高的钱 来买技术呢 很难做的吗 他这里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哎呀 因为大陆 要贪求这个 这架直升机的技术 然后呢 就不惜 这个这么高的价钱 就将这架 美製的 枝炉干 CH47的直升机 就拿过去 不论是降落在山东南 也好 或者拿去对岸也好 或者香港也好 是的 怎样都好 总之呢 就说要得到这个直升机的技术 嗯 因此呢 刚才我们说到呢 说要出千五万美元 都在所不惜 我真的 开始有些怀疑 卖得给台湾省的技术 有多高超呢 但是我们是不 暂时来说呢 他的技术 不是我们很急需的 你想想 我们运20都有了 如果我们作为这个 长程的运输 就是 头腹海外的话 我们那个运20 可以做得到 可以载很多东西 因为他现在这枝枝炉干 它是运兵和运货 但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国内 我们要去运东西的话 我们要有完善的铁路系统 公路系统 我们根本解放军 不需要用这架直升机去运东西 这样说 我们一步一步来 现在台省方面就说 解放军就随限这架飞机 直指就是说到 由于同类型的运输值升机 那么我们就有运20 那个面积 就是那个尺寸小很多 就来到这样说 然后台省的新闻也说了 有一段就是运20 不是运20 不是运20 运20 就是抄美国的黑鹰 是运输值升机 然后就说到 直20 新版是比较小 都利用了这么长时间 才能够把它抄抄下来 更何况这架CH47 是身为重型直升机 因为黑鹰是中型直升机 10吨级的 这架是20吨级的 就说 所以因为这样 就有个动机在那里 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拆解了 现在究竟 是不是真的 好像他所说 我们是有需要来得到这架CH47呢 其实呢 老实说 这架软件这么厉害呢 是的 是没有什么需要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什么需要呢 当然我们要拿出证据去说 就不是说 厚厚厚 厚厚厚 不用就不用 这样的 首先我们逐步逐步看 CH47的确是 一架挺经典的飞机 它经典就在于 我们可以给一些经典图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运载量就很大 是的 而且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呢 它就足够粗生的 例如好像这张图 大家看到吗 它是不需要在 那个表面上降落 就利用到这个叫做 半降落的形式 用尾 这样来到去拍下 因为它的货仓尾部 就是一道下降的门 可以转下一幅图 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快一点点 在这图 在经典图那里 是了 还下一幅 就是这样拍下 下一幅 下一幅 是了 这里了 看清楚一点 天台也可以 是了 那就可以拍下 它的货仓 是了 那就可以 给有关的人员上落 急急上落 是了 这个前面 前面就 不断地来到盘船 是了 后面就碰下去 这个的确是它的技术特性 有没有名堂 什么清廷点水色接人 这样就不用名堂 这些就 另外就是它的 云载量 下一幅 是了 看到它的云载量也相当强 不是两架飞机在飞 是吊着飞机 是的 是吊着飞机 这个战斗机多重 那也十几吨 哇 它这个直升机二十吨 可以 滴得起十吨的东西 是的 是可以的 船长够大的 是的 它有两个发动机 还有 下一张照片 就是浸在水里 那一张 有些人怎么滴都滴不起 风水仔 例如 这一张 这一张 就是在 水里面 它可以拥有到 在水里面 起降的能力 哦 即是它会浮起 是的 因为它在两旁 有两个浮筒 大浮筒 那就可以拥有到 这个能力 即是两棲运输型 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 万一 急起来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做 嗯 一般来说 就不喜欢在水里 当然 那当然 最经典的一幕 就是下一张 可以缩小一点 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 探斑斑那次 是的 就是美军 美国大败 败走 阿富汗 那一张照片 以及1975年 西贡大撤退 那一次 同样都是 零干直升机 到美国大使馆 紧急撤离 这些所谓 贪生怕死的 美国大使馆人员 是的 这个是 这个 赫布尔机场 赫布尔那里接 附近 这个没有人不记得 这个 阿富汗 美国 很丑样的撤离 两年前 是的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 上面那个就是 西贡铁锤 即是说到 这一款 在1975年 都已经来到撤退 美国大使人员的直升机 到今天 年代 已经有了 是的 虽然它 是有它那个 叫做 很能粗 即是耐用 耐用 耐用 那我们可以去看看下一幅 即是下一个包装 其实在这个80年代 所谓中美蜜月期里面 波音 这些飞机波音 也曾经派过一款 零干直升机CH47的文用版 就来到中国推销的 就叫波音234 是的 也都为了讨好我们 想买这架飞机 大家看到了 就来到全新 上下都涂有这个 中国色彩的涂装 也有大国旗在上面 哦 它做的 是的 波音做的 摄像版 上面写着 中国文行的 是的 可能小一点 大家看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款文用版的 样子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是颜色不同了 而且 当时 那个口碑不错 就是 波音 很简单 简单说 下一张照片 硬推 硬推 就来到 展示给我们 看 你一定要买这个飞机 为什么呢 当时我们在高压电缆的建设上面 由于我们当时80年代这么久 我们的交通 运输网络 和 硬性条件 不像现在 那么发达 所以 波音 就推销我们 这架飞机 可以吊起当时 一些 那些铁塔 就是那些电压 那些铁塔 就可以 顺利地建设 我们的电网 哇 这么重 而且也力烧我们 这款直升机 能够在高原之下 都能够保持它的 运载性能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 尤其是西部 西北部这些地区 高原的面积佔比 是很多 对吧 当一架飞机上到4千多米的时候 在那里出发 例如在西藏出发 那么计算 动力 都会衰减得很厉害 嗯 所以 我们有当阵市的光衰 波音就力烧我们这件事 不过这样 最终我们也是没有买到的 这个 黑键到这样也没有买 是的 也没有买的 很贵啊 其实这个应该 跟当阵市的价钱昂贵 加上在80年代尾 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事就是 6月4日事件 噢 它是老屈我们的 哦 自此 这个所谓的中美蜜月期就没有了 嗯 这个 当时这个枝勞干 这一件 47的文用版的交易也都不了了之 嗯 但是这样啊 这些也做不到 老屈我们想要这架直升机的一个证据 嗯 原因就是我们今时都不同 往日 可能以往我们真的需要这架飞机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完全不需要这架飞机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有两个替代版 第一就是呢 从俄罗斯引进的米26 对了 对了 这个这个包装 转一转 对了 对了 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架呢 米26呢 它的身形非常庞大 庞大到呢 是全世界现时来说的最大的直升机来的 咦 特意拍在一架机旁边来对比 是啊 你想想啊 整架飞机这么大 对了 好像这一种支线客机 是的 那我们可以缩小一点来对比 对了 看到吗 它的大小 哇 拍得住 就是拍得住一架小的民航机 相当恐怖 多少吨啊 这架呢 被誉为是最大最大的直升机 就是在重差不多最强的了 哇 那在直升机的级数来说呢 它是属于三十几四十吨的那个级数 有人就说也不止了 其实是五十几吨的了 已经去到 五十六吨 哇 零杆就二十二吨 是 那你想想啊 差多远啊 对吧 还有啊 如果这样说数据都不能够说服这个台省的话呢 就不如 对比一下先吧 那个性能 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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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钓得起 刚才是 资努军就钓起那架战斗机 是 它是可以钓起 民航客机 是的 是私人飞机 明白了 就是 刚才那架飞机 在旁边 不是用来对比尺寸 是用来对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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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光衰的话呢 我们需要贪汇那架资努军 是不是 米26绝对够做 都是俄老的东西更厉害 是的 而且俄老 今时今日我们和俄老的关系 大家心照不宣 是不是 绝对是 绝对是 支持 大量扣入 是的 是的 甚至乎将技术转移 都可以 我们稍后会再说 而最后 下一张照片更重要 支牢杆 我们都吊起过 现在买一架 哈哈哈哈 很正经 你还可以 你是说吊起战斗机 但我可以吊起你 那需要买你这架 吊起你 还吊起战斗机 是的 还可以 我们贪乱你这架飞机 不要玩 是不是 有时 他们那些 台省网军 真的 没什么怎么做功课 没做功课 是的 好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 我们属于自己的 新型直升机计划 是的 就是这一款 我们来到中国的 新型的 重型直升机计划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有没有名堂 是的 暂时 它有一个未被证实的代号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架飞机也相当大 旁边有一架 与之对比的装夹车 是的 这架装夹车 就是我们那些六乘六的装夹车 以前 驻港解放军 其实都是用这款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大概知道有多大架 是的 但是这架是武警版 是的 是 相信 嘩 像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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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铰区车 拍到旁边 我想长度就等于这架装夹车 三至四架都有 是的 为什么要找一架装夹车放在旁边呢 其实就是展示到 我们这架直升机 可以装几架这架装夹车 这个意思 嗯 这架直升机的样子这么似 刚才的米26 是有点似的 因为这架直升机 应该是和俄罗斯一起合作 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重型直升机 嗯 好 所以大家的样子有点似 那我们这一款 新型的 未来先进的重型直升机 它的重量大概 那个级数 就是38至40吨 那种级数 虽然没有米26那么大 但是就已经远比 刚才支牢干CH47 已经是22吨 一倍有多 都差不多重一倍了 其实你说我们贪恋 所谓美国技术的重型直升机 都未轮到这架支牢干 就是那架 70年代 那架支牢干 对了 年代软强其实就没什么所谓 因为毕竟来说 就好像我上两集讲过 一个好的技术 经典的设计其实会继续延续 一般来说 但是如果你说轮到载货量重的话 其实美国那架 有一架直升机 叫做CH53 名字很坏 中文名字 叫做马总 名字 总马还是马总 名字很坏 也是那架CH53 因为那架更加大 有33吨级 还有在台省来说 这架CH47 就曾经 下一张 对了 用来做什么呢 除了运货之外 下一张 还会用到来 还会用到来 记不记得 这架红头子 那些汉奸演习的 记不记得 这些红头子 想用来做什么呢 解放军 假扮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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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 或者空降用的 大家还记得 我们那一集 讲的 汉奸演习 对了 就用到来 这样 下一张照片 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真样 是这样 写着什么 括弧 陆军7308 就是他的编号 不知道是不是 这位被踢爆人士 的座家 其实如果要用到直升机 飞到山东南 是相当之有难 第一 就好像刚才所说 一架直升机 如果要偏离它的航道 这样飞出去的话 其实很容易被人追回来 因为它的速度慢 或者被人击落 是的 走不掉 它不会像战斗机那样 台海相隔 百多公里 二百公里的宽度 战斗机 开到一千公里以上的一小时 基本上十分钟 不用也通过了 但是直升机不同 那我当你就算飞得到也好 你现在的直升机 那人都叫做宗教 你不是一个新仔 你是一个航空军官 你有经验 你会知道 有一个航空母艦 不是让你随便可以靠近的 附近有很多的那些 偵察船等等 有护卫艦 驱逐艦 来保护航空母艦战斗群 你迷到身也算你赢了 当他好像说 所谓跟解放军谈好了 或者叫做 哎呀已经一早 夹好了 当假设是这样 台省的新闻有时 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用脑 这架飞机 你要驾驶的话 就不像驾驶车那样 上面有几个人 不是只有你一个航空员 一个飞行员 我正想说 就是一架直升机 就是这么大型 可以一人走 通常会有政府机师 有通讯员 是的 就算他要做到这样的行动 的话 他不可以只买通一个飞行员 他要买通几个 就是整个组织 整架直升机里面 有三个这些飞行员 一定要买通那几个人 不是说他一个人想飞就飞 其余那两三个 没关系 大哥他没钱分的 见你偏离航道 还要你的飞机飞得不太快 要一段时间才到达 起码也要一个小时以上 才可以飞到对岸 就算他说想趁山东舰穿越台海 所谓豁湖中线的话 起码也要飞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这段时间 那个人都被其他飞行员制服了 是 对吧 这宗新闻就是台省故意指虚污有的 咦我们不知道 不过他现在正在告人了 这个 故事内容未必是这样 网友说可能是 是呀 又是选举之前 所以就特意去做些 那我们扑了这个 中国的蝶网 就乱是要用来邀功 那样 我觉得呢 这个故事有很多败不知处 这个败不知处就是 他作一个这样的故事出来 就是他扮了 他可以扑到这个中国蝶网 嗯 他只会呢 我当他作出来这个故事 来到去 他只会令到台省那里 越来越多军人 真的呢 等中国军演的时候呢 就拿着那些飞机 直升机 过去 过去这个 我们对岸这边 因为呢 哇 成千万美元 喂 只是个订金都千万港元 喂 订金都够他吃过世 够他养家了 所以全部一起 举监过去 还有一个疑点 不用出行母船了 出那些货贵船就行了 是的 还有一个疑点就是 当 如果好像这个 新闻报道说的 就是 他们想趁着解放军围台演习 或者是呢 等山东南接近台省的时间 或者甚至进入到24海里处里面 的时候呢 其实 这个moment来说呢 肯定的了 台省的那个预警系统啊 他那个台军的戒备情况啊 一定是最高级的去到 都阵市啊 肯定会开完全台省島上的雷达 虽然他的战斗机未必会真的起飞 因为不够胆 但是都会处于一个所谓的准备起飞阶段 紧急起飞阶段的 就是在那些机场上面 stand by 起码呢 那个战斗机呢 都会来到 开着自己的发动机 随时作出准备的 因为他们很紧张的嘛 他怕军演随时会变成真的 真的 这个情况下 如果这位宗教 他在新闻里面说到 真的打算做这个行动 以他的军事常识 选都不会选在演习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一定被人追得回来 还要是所有军队 stand by 雷达开了 选都选平时 所以这宗新闻呢 是有很大的疑点的 根据我自己的分析 那么起码都三个疑点 刚才也说了 第一就是 我们不会贪乱这架飞机的技术 第二就是 没有可能在这个军演期间 做这些事情的 第三就是 如果要用一个直升机 里面的人 只收买一个 而不收买全部的话 也不可能 起码这三个疑点 我相信 就是这样的 现在那几个人被人審 有可能他们 这几个教官 宗教等等 他们想投奔过来 但是呢 就涉及一些 他们省防安全的问题 是不可以说出来的 所以就安插了一个 好像很有道理 但你细心听下去 原来就是 很多破绽的故事 就说我们这架 烂鬼飞机 因为好像之前 那个 汉奸演习 都拿过这架飞机 来假装登陆 那不如再装下去 再说 可能这个 是一个丑闻 本身 你知道台军很多时候 都会传出丑闻 之前都是很多单 在军营那里 乱搞24 那些丑闻 对 变成了一宗 我们不说得出来的 那些丑闻 会影响我们台军的声语 总之就是 由传省长 总之就是他们所说 是共军影响我们 是的 即是他们的丑事 就会 是不理三七二十一 就说是 我们大陆这边 来影响他 教坏他 收买他 因为作业 台湾省那边 是很盛人的风气 你看到 那时候 阿水柄 选省长 打算塌装的时候 都要出动到 鼓肉计 是吗 是的 没事 最近有个人 选举都出这招 不过我们不要说 谁了 因为 好像不太合理 是我们的猜测 这个市场 不可以作准 可能真的做真的 是的 大家自己猜 这个就是说 手指尾 好像说 又要拍张照 又要出群组 左边 手指尾 的手指甲 那里崩了一块 是的 喂 这次搞不定 被人扮得更金 那 不要说他了 是的 那 我们今天的直播 原来过了 就来到这里 接下来就有一个 四川天府知国之旅的行程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 1月21日至2月1日的行程 为了12日 内容相当精彩 可以打过去 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报名 我们立刻去一去 行程的 介绍 在直播结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亲自介绍一下 今次最新推出 为期12天的 天府知国行程 究竟是怎样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并且今次天府知国之旅的行程 格仔也会随团出发 陪大家玩尽12日 出发日期 就由未来2024年1月21日至2月1日 为期12日 首先第一日的旅程 我们就会去到 由香港机场出发 直飞到成都那边 飞机航程大概是两个半钟头就到 之后在稍作休息 睡过一晚以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二日的行程 第一日的行程 就会由成都那边 乘坐我们特意安排到的 飞机以旅游巴前往西昌 然后沿着这个瓦西高速公路 这条被誉为 中国最美的高速公路之一 来正式抵达西昌 首先为这个旅程热身 参观到这个琼海国家十地公园 琼海国家十地公园 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淡水湖 以水质清澈建清的 它的景色优美 也是一个盛产鱼虾的地方 是一个有名的天然渔墙 也是一个国家级 有名的湿地公园 整个琼海 分为观鸟岛 梦里水香 煙雨露洲 和西波鹤影 这里的景色非常优美 绝对值得我们花时间 来到这里看一看 之后的行程 就会到第三天 也是今次整个行程的主要一部分 既然这么远 由成都搭车过来西昌 当然当然要参观到 属于我们国家四大 发射中心的其中之一个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位于四川省西昌市的航天北路 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略支援部队 也是中国的飞弹 以及卫星的发射基地之一 早年这里禁止参观 但随着内地旅游开放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也会在某一些时间 接受游客参观 今次我们也有幸 争取到参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机会 大家千万物错过 在参观完卫星发射中心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参观 阿柳野疑文化风情实景火寿劇 这个火寿劇 是当地著名的 少数民族的一个实景劇 里面就彰显了疑族 独有的风情文化 而且它的场面规模非常之庞大 如果来到西昌 没有看过这套火寿劇的话 真是不要说自己来过西昌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 大石板村唐苑 以及建昌古城 之后我们就会离开西昌 来到第四翼的行程 就会游到西昌那边 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洛山市 在洛山市 有一个非常之著名的景点 亦都是一个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就是洛山大佛 洛山大佛 被誉为世界第一大佛 它是一座尼勒佛像 整座佛像 就刻在灵魂山的岩壁上面 它的高度 几乎和身背后的那座山 是一样高的 而且脚踏着江水 看起来十分红 在这里我们也会来到包船 从另一个角度去到 去到确保可以看到整座大佛 之后我们就会从洛山大佛 去到俄眉山的附近 然后就进入到第五日的行程 来到俄眉山 当然我们就要上到俄眉山的金顶 在这里我们还特意重金地安排到 乘坐独立的环保车 直搭纜车站 然后再可以乘搭纜车 直接往返到俄眉山的金顶 以往来说要去到俄眉山的金顶 需要一定的体力 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免除烦恼 就能够去到俄眉山的金顶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六日的行程 第一站就会来到成都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在1984年正式开放 而在2009年 成都博物馆的新馆也开始修建 并且在2016年6月正式开放 这里的馆床非常之丰富 也是国家的一级博物馆 代表的藏品有石西牛 京粤松七人像 以及汉代的石碑 由于馆床实在太多 多到说都说不完 正所谓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来游 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了解 就是最好的第一步 当大家进入博物馆之后 就会了解到为什么四川是会叫做天府之国 在天府之国这个名词背后 包含着整个中国由占国时期 去到艾淑吴三国鼎立的时期之间的历史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 位于四川博物馆附近的母后池 母后池 这个池它相当之特别 它是中国 它是唯一中国军神合一 也就是军神合池的池庙 再说一次 也就是军神合制的池庙 由母后池 汉超列庙 以及是惠宁所组成的 母后池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 初时是汉超列帝 刘彼的一个灵侦 后到尾就一起拼入三国时期 属国的丞相诸葛亮 来一起供奉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 软花溪公园 这里以杜甫草堂的历史 以及文化为背景 再运用现代的园林 和建筑设计的前缘理论 结合古典园林 和现代建筑艺术 所结合而成的城市公园 这里山水交融 自然雅致的景观 以及建筑 特显了现代川西文化敦厚的历史底蕴 是一座将自然景观 城市景观 完美融合的成都市里面 最大的开放式森林公园 也完美地演绎了 诗仁道府的诗意韵味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 錦里古街 以及再欣赏当地的 四川变年表演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第七日 另一个旅程的重头戏 近年都非常著名的三星堆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 广汉市的城西三星堆镇 它是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为止 但是它最特别之处就在于 三星堆里面找到的那些文物 除了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之外 亦都跟同期我们中原文化所找到的文物的造型 相比起上来是非常不同的 而且设计和风格都是完全不同 究竟解释了些什么呢 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下想 认为到三星堆会不会是外星文明而来的呢 又或者三星堆是否属于一些外来的民族 或者是一些其余的古文明呢 尤其是三星堆所找到的文物 它的造工以及工艺 都比同一时期商朝所找到的青铜器物件 是更加鬼苦神功 所以就为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层神秘感了 在这里我相信大家是趁眼看到 三星堆文物的时间 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再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到北川的地震为止 同样都是我们这次旅程的其中一个焦点 北川地震为止就是文川大地震之后的灾区 所保留下来的完整景象 也是世界上原貌保护规模最大 地震破坏最全面的一个地震为止 基本上在这里所保留到的 都是当刻文川大地震的原貌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学会如何居安施危 如何敬畏大自然 相信对于我们这些住在绝对安全城市的朋友 是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作用的 之后来到第八日的行程 我们就会来到建门关镇 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关系来的 在古代时候如果要进入属地的话 攻下建门关就是它的必经之路 而且要进入到四川属地的话 在经过建门关之前 还要走过地势险要的属道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见识到 唐代诗人李白所说到的属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究竟它真正的意思是怎样 因为属道就在建门关的面前 我们如今都可以体现得到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翠云郎景区 翠云郎景区其实就是建门属道 翠云郎现存的7803伙古树 在这些古树里面 差不多全部都是古柏树 就占到当中的九成九 而这些古柏树它的平均树龄 就有1050年那么久 当中最年长的两伙古柏 一伙就叫做剑角柏 另一伙就叫做瑞大柏 这两伙古树的年龄 还是去到夸张的2300年那么久 所以亦都被称之为属道奇观 和森林活化石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第九日的行程 就会去到朗中古城 朗中古城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不要看它好像不出名那样 朗中古城它是和平遥、泥岗、涉源 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古城 亦都数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称 朗中古城它的建筑风格 是完全体现到我们中国古代的居住风水观 旗盘式的古城格局 融合到南北风格于一体 亦都是中国古代建成 选址天人合一这个标准的最完美的典范 在朗中古城就有张飞庙、永安寺、五龙庙、藤王阁 冠阴寺、巴巴寺以及大佛寺 还有川北道公园等 总共八个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错过这个地方呢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第十天的行程 来到由成都航空工业 花了历史两年所兴建到的 手座圆林式的战斗机博物馆 这个同样都是行程的重点 当然我是一名军迷 当然喜欢参观这个地方 在这里就陈列了九款不同的战斗机 它们分别有 纤五型的战斗机 纤七型的战斗机 出口到巴基斯坦的梟龙战斗机 以及作为我们中国空军 现役三剑合之中的其中两款 纤十的战斗机 以及纤二十的战斗机 而当中还有另外两款系列的无人机 分别有翼龙系列的无人机 和天翅系列的无人机 总共三架 当中我们要注意到 在这里所摆放到的纤二十战斗机 它是这里的亮点之一 原因就是想当年在2007年 纤二十研究立项论证的时间 就做了一架全尺寸的金属样机 而这架最早的纤二十概念机 其实就是放在圆林博物馆里面的 那一架纤二十 因此它是十分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再之后就会去到成都近郊的一个大熊猫乐园 这个也是行程的重头戏之一 就是参观到这个中华的大熊猫园 中华大熊猫园也是我格仔 特意选址来参观大熊猫的地方 原因就是除了四川是大熊猫的出生地 在大熊猫的发源地之外 我们也做足功课 知道四川参观大熊猫的地方是有很多的 但怎样为之选一个好的呢? 在我的标准来说 当然好的熊猫参观地方 就一定要人比较少 最好就是熊猫多个人 如果不是去错地方的话 就反而是参观人多个熊猫了 所以我们来到中华大熊猫园就对了 因为在这里人比较少 熊猫比较多 这样大家就可以毫无障碍 看清楚这里活泼可爱的熊猫 还可以作出近距来的接触 这种感觉是在其他的动物园 不能够感受得到的 再之后我们就会参观到 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智慧结晶 刀缸千年水利工程 在古代凭着有限的人力 以及建造技术 究竟我们怎样利用到 我们的智慧 来治理敏光的水环呢? 南港不知道 刀缸水利工程 其实距离现今 已经超过2270年的历史 但是即使时至今日过了2000多年 刀缸水利工程 依然继续运作当中 是继续令到四川的人民受惠 如果没有刀缸缸的话 其实也很难有天府之国 这么富庶的千里平原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看看 属于我们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究竟有多厉害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 刀缸演的仰天窝 红猫自拍广场 看到它的造型 都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也会去到 刀缸演西街 以及成都的春熙路步行街 春熙路步行街 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 就由春熙东路 春熙西路 春熙南路 以及春熙北路 四条步行街组成 当然近来都非常热爆的太古里 亦都是有名的 帅男帅美女 网红警局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 另一个古色古香的 网红打卡点 成都的阔宅行街 在这里记住去拍多些照片 因为效果非常出众 再之后 就来到第十二日的行程 我们在临上飞机之前 就会来到去见识一下 四川独有的茶文化 因此我们就会来到 著名的观音角老茶馆 这个老茶馆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它的建筑就是典型的 村西地区清瓦房的建筑 由于它的年代远久 所以也挺有那股沧桑感 这个茶馆 无论从它的建筑、陳設、还有茶客 都透露出隆隆的历史感 也是最具四川文化的特色 然后我们就会搭专车 前往成都天府机场 直飞到香港 就来到结束今次为期十二日的旅程 在这里顺带一提 今次这个十二天的天府之国旅程 格仔是会随团出发的 因为这个行程都是我设计的 而且我们在全程所安排到的旅游巴 都是俗称2加1座位的飞机椅旅游巴 它的座位非常之宽 是我们特意预订 不是一般外面的旅行社可以坐得到的 再来我们还会为每一位团友 特别加送到每人一张 足够这十二日旅程所用到的 一张数据漫游电话卡 这张数据漫游电话卡 是可以直接连通香港 所以即使身处国内 都可以畅通地使用到 类似WhatsApp、看YouTube 或者去登入你们香港的电邮 当然你也可以拿这张数据卡 来到油管看我们新潮民的节目 总之就是畅通无阻 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这次所安排到的这个行程 都知道大家的性格 都是想舒舒服服 他他条条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 所设计到的行路位 就不是太多 基本上都是点对点 不需要走得多 在这里我再重复多一次 报名以及查询行程 价钱的联络方法 就是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去找潘小姐 去索取资料 以及报名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联络这个WhatsApp 到时 希望见到你和我玩尽这12天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就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提提大家 记得一起新潮民三宝 还有的就是 分享、赞好、留言、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就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今天不会在考察 你的字幕里面 看到你想要asia 我们的感觉 这些人感觉 我可以去喝